台灣這邊也有一個團隊在今年有成功過了Steam Green Line 那我們今天特別要請到這個團隊來分享相關的經驗 那請掌聲歡迎王先生相關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漢為他大方的教授 我是Consert系的製作人 那今天就是我會分享一下說在Steam Green Line上面的兩塊影片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怎麼樣去出動那個票數 然後他們上面身材到底也是可以用衛生 那我先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 那我其實,我其實採紐那個學生的時候做團聖系 然後去參加那個APP Star的事情 然後得獎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遊戲拿到那個 欸,我因為我想要很替代你,不然不想當兵 對,所以我去西藏電子面試 然後他們就看上我們團隊,然後看上我們遊戲呢 然後就把我們整隊團隊請進去 然後在裡面做劇中上升聖系這樣 那那個時候,我其實就問我們面試官 我就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其他國家的人 其他國家的人,像美國,歐洲 他們可以有那種標準 就是兩個人坐在咖啡廳裡面 他就可以做出動服務,然後就可以大賣 然後台灣明明有技術 明明也有資金,為什麼沒有人敢做PS 因為差別人會過著Steam 然後他竟然跟我們講說,我們可以做出看 所以我就試試看欸 對 然後 然後 但是當然,其實 心象本身對 Console或是PC 從國際市場比較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個 做中式的 然後我們不是微軟 也不是Sony的PUBUSH 所以沒在上面做過遊戲 那我們要發現遊戲已經走到管道 然後那時候我們選擇 用我們比較熟悉的引擎 遊戲引擎XNA來做我們的遊戲 所以它限制了我們的選項 然後我們就只能 坐在PC上 或者是坐在那個X80上面 然後 所以我們就不停的想要去解除威嚇 然後 但是 新機構的訓導商就是 完全無效無息這樣子 所以 有一段時間我們還蠻困人的 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把整個 搬遊戲發停在這件檔案上這樣 那 之後 我們是 欸 之後我們在八月的時候 聽到一個消息就是 Sony他要改變他的什麼方式 他在這個之前 他都是以一個黑箱作業的方式 就是大家 你自己通過你的作品 到他在一個公開的影片裡面 然後他也不一定會回應你 然後 如果他不想要你的遊戲 他只會說你的遊戲不符合他的需求 然後就說不行 然後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對 然後這 在八月之前 他的生活方式都是這個樣子 你只是 即是Concept 即你的影片 即你的電話去 然後他把你打回來 然後或者是 大家只是什麼時候 的人也不知道 然後 所以 他之後公布了 原來這個社訊投票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機會 你就可以 你用社訊投票 然後 大家 有 大家挑選的話 就是通過這個 Steam Steam會不會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發行 OK 所以我們之後的目標 就放在Steam平台上 那 我先大概解釋一下 這次 OK 那Steam大家都知道 他是 體系上面最大的 數位下的頻道 那 同時上限的數 有六百萬 但是雖然說 六百萬看起來有很多 可是其實 有很多人 是因為 Steam安裝 開電話就正義上限 所以 所以有很多其實 是上限在那邊發呆的 所以 不是特別 但是 他的 會員數據說 好像是 四五千萬 對 然後 他 WIN-LIGHT 的 規則是 你知道 跟他 一百塊筆記 然後你就可以 在上面 沾貼你整體的遊戲 宣傳 截圖 還有敘述 那 一開始其實是 沒有這個規則 那 後面我們會講 那為什麼 另一個規則 那 他 就是 他會讓 社群投票票選自己的 自己喜歡的遊戲 然後你就幫他按讚 或是按B 那 按讚越多 那個票越多的遊戲 就會 越有機會被 然後 然後 就通過 溫暖 那你可以張貼多久都可以 但是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一把 拿掉沖貼 那拿掉沖貼 其實他並沒有說 不行 他 可以做這件事情 但是 跑速是說你可以 因為他前一個禮拜 是 不防禮最高的時候 那 你可能覺得你 你還不用去 不防禮這樣 還是可以 但是 你之前連接跑速會 所以 這個 有時候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真的 看著東西來 唱著腦袋之後 因為一個新的版本 是完全不一樣 棒的話 你可以考慮 那這樣 但是 對 然後 但是就是 有一件事就是 發布用最後的決定去 所以 最後還是有點像 對 那 他怎麼決定 他發布他自己 每次都會有 官方出發出 他每一票數 以你的群眾母子 還有 president coverage 就是你在 媒體上面的圖方讀 或者是 review的分數 以這些的東西 來做一個評分 來做一個評分 但是 實際上 是怎麼樣的 其實也 因為有一些遊戲 他 他可能 遊戲內容很好 可是他名氣沒有到那邊 但是他一直會讓他破 所以遊戲內容也會很差 對 然後 其實他有權力 把你的話 也沒有那個地方 因為我看過一些也沒有 其實 準備 看起來乖的 一些遊戲 然後被 發布去掉 是以後出現的 好 這個就是 他那個 Goodlight的一個標準 那 你放上去以後 就會看到你前面 這一個大塊 第一個就看到了 就吹了 然後再來就是 右邊會有一個 鎖圖 這個圖是 讓你 就是大家 玩家在那邊選遊戲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 然後那List裡面有很多遊戲 然後 帶在一起 的那個縮圖 對 然後下面你還可以放一些 concept 還有 影片 那些遊戲 對 那那個縮圖 比較特別是 發布讓你幫 GIF 所以很多人 是幫 會動的 動態度 對 對 對 好 我少來中 沒有問題 好 中間應該是 有一段是 那個 他的內文 他的內文 好 那內文 接下來是 他的那個 玩家的 commen 那這些commen 你就 基本上看外財 看他們的那個 熱烈的聲音 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遊戲的熱度 在那裡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受歡迎的程度 是怎麼樣 好 這就是 滾蛋 也面對棒 就是這樣 那 本來他 他從 9月1號開始正式運行 那 這個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他沒有設定 儲備 那個時候他沒有一百塊 的那個限制 所以 很多垃圾遊戲啊 我們快去把他的 東西 很奇怪的 都被投放上去 然後還有人 放一個演變室 說 戰力是紅3D 對 對 對 很好笑 然後 然後之後 buff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間 演進去的 遊戲 就算是那種遊戲 以下就被演武 因為大家怎麼亂丟 亂實在的東西 所以就練一日進去 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一個時間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他好像過了一個禮拜 Mac P說 有通過了一個禮拜 那為什麼 Mac P說可以這麼快通過 在外面解釋 那 再來就是 他就是 他現在 通過的數量 每個日期 我都把他大概標出來 這數字可能不太對 但大致上的 對 那最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 他在 8月28的時候 一口氣通過了一半 對 所以他現在其實 他現在其實 那個 那個 開放的那個 速度已經在增加了 雖然 雖然他次速度增加 可是他出的量並沒有說 因為這樣要增加 因為有些遊戲 他肯定要等 一年兩年之後 才會再出 所以 所以在 市場上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光顧 但是他先把你的遊戲 先通過多一點 因為 這樣子才可以增加 他遊戲 出的速度 好 這就是那個 這就是那個 他現在出的速度的 曲線圖 那個通過速度的 曲線圖 所以難度 跟以前比起來 在8月之前的難度 其實很高的 在8月之前 一個月差不多 只會有20塊 到30塊 那遊戲通過 那現在一個月 可能都有 50塊 60塊 以上的遊戲會通過 對 然後現在 現在有出了100塊的 滾來遊戲 那 差不多 差不多 三到四天會 就是處理 平均一下 因為現在滾來已經一年多了 OK 那這個是 Steam上面的一個 其中一個遊戲 他公布的銷量 他們的預售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Steam好像規定 不能公布 那個銷量 那他們是唯一的 對 所以我只知道 就是只有 那這個遊戲叫做 The Force 那他們 他們剛在Steam上面出的時候 第一 一開始一定是最高的 他是 一開始一個spike 那時候 他前面這一段 讓他 賺了 10萬美金 對 然後後面 的銷量 他就是靠上了Steam 以後他後面可以配合 那Steam的一些 優惠活動 Steam上會有那種 然後 桌中 大 大風風 幫送這種東西 只要大 大 大到 很誇張的數字 然後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時候 大 大量發售 然後 他就可以 一下子買很多套出去 然後像這個spike 這是revenue 這不是 這個不是那個 套數 這是revenue 完全存 存盈利的部分 對 然後後面這邊 這個spike 是Hanpour幫兜 那你基本上你要 Hanpour幫兜的話 它是一個 嗯 很多遊戲 集合期待到 一套 讓你自己出獎 你可以出一塊錢 你可以出五塊錢 你甚至 你可以出一百塊錢 但最少有一個塊錢 一塊錢 美金就可以買到 他包養的 那些遊戲 那Hanpour幫兜 最大的一個幫兜商 那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可以進 Hanpour幫兜的話 他的銷量甚至比 Steam上浪區的 太多 他的銀售比Steam上浪區還好 而且後面還會有 持續的效應 那Hanpour幫兜 你要上Hanpour幫兜 你的基本條件 也是你要先上指定 就是你至少要指定 其實還有條件 上Hanpour幫兜 然後 要用Linus 啊 要用Meg OK 然後我大概介紹一下 那個 哪些遊戲 能力通過滾 那首先 第一種是這種社群型 那社群型的 基本上就是 模擬啊 或是說Blake 或是求生遊戲 這種遊戲 因為 因為他玩不穩 他一定是一直玩 一直死掉 然後再玩死掉 從來再回 從來再穩 所以他的遊戲時間 是可以不限時的 那這種玩不玩的遊戲 他就會 開發著很可能就是在 很早的一個階段 他就把遊戲 就是 發售出來 讓玩家去下陣事務 這樣子 那他會持續的更新 那更新的過程 他就可以 那個 做Apa bonding 或者是聚集社群 然後 有時候他也可以讓玩家 去參與開發 Almadine 這種做這種事情 然後 依據玩家意見這樣 那這樣子 他就可以增加一個社群的動能 那 遊戲在成長的過程中 你的社群 就慢慢的累積起來 那 社群慢慢的累積起來 就有人氣 有人氣你就容易不回來 那這種 但是這種 的遊戲 開發市場都很全 因為他就是 慢慢的累積起來 所以你 做這種遊戲的話 你就是要有一個計畫 在很早的階段 就要開始 進行社群的培養 然後 慢慢的累積 然後就可以 你要發售的時候 其實你回來差不多也有過 那 這個 這個是最標準的一個例子 那個 畫卷龍果 他是一個殭屍的求生遊戲 然後 你看 右下角很多殭屍 那 他就是 你要去收集 道具 然後去塗裝武器 然後小白白在這邊 伸進下去 然後食物會很冷卻 然後他的社群 你看他已經做到這個樣子 他可以 讓玩家去自己 去布施 丟上來 然後讓 讓玩家去 就是那個 User Generated Compact 放上來 然後就可以 提一個社群出來 那這個已經差很多 這個跟我半年前去看他 我們在那個 人數已經 差很多了 他是一個 W2上去的 有點類似Minecraft 那種感覺 OK 再來的類型 再來另外一種是 群眾執行 那這種 最近群眾牧師很流行 他 最容易成功的是 那種 有一些3A級的 UTO的製作人 或者是 一些開發者 挑出來他自己做音 然後他的名字 一開始就蠻大 所以他做音 他可能連demo都沒有 他就是做一個很漂亮的影片 然後一個很漂亮的頁面 然後他做新starter的 空詞也做不一樣 然後這兩個空詞進行的話 你會有一個補補效應 因為 其實starter本身流量就蠻高的 然後Greenline 其實你在第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 可能 你也沒做得不錯的話 你可能第一個禮拜 就有兩三萬 就有六人便 那 你這樣是補充器 其實 不管是對Greenline 或者是對Tikstar 這兩邊都很放鬆 所以 這種驅動牧師行程 如果 很多這種驅動牧師成功的 幾乎 你Greenline 就一定會播 而且是那種速度非常快 你可能Greenline上面的100名 他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送進去了 然後 然後還有這種是公布遊戲 那 恐怖遊戲為什麼會 那麼一波 是因為他 本身 恐怖遊戲就很容易被 可惡相處 你常常會介紹你的恐怖遊戲 去玩恐怖遊戲 因為你像他沒想 對 所以 所以恐怖遊戲 它是一個很容易流傳的一種遊戲 然後 實況主 也特別喜歡玩恐怖遊戲 然後玩家也特別喜歡看實況 玩恐怖遊戲 一樣是 像是 恐怖遊戲有一個問題 是說 呃 像是中間那種的Kelan 它其實是很棒的遊戲 但是它的內容 因為有點涉及到 自殺 魷魚那種 那種爭議的 所以它其實很早 又進到前 前二十名 那種情況 就是 它一直沒有 八倍成功 然後 然後 大家 留言都在那邊 嘛 就是也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發佈這樣 然後最多的是在 就是八月那一批 一百個裡面 它 那Kelanity是在裡面 所以它只有一個 OK 還有一些就是 有名的舊遊戲 那這些東西是因為 是日本很有名的遊戲 那 通常都是日本 因為 北國如果是西方的遊戲 它本來就已經上Steam了 那 那日本的遊戲 因為它們可能跟Steam的關係 一開始沒有 本來就沒有那麼密切 所以 它們也要通過 雲台的過程 它們才能幫你那些放進去 那其實你會發現 其實Steam上面 也是有很多日系的 像右邊那個叫做 還有 Hansami Jis 那是日本的 動物同仁 Demi G 然後連這種作品 在 國美這種 市場下都可以 脫英而出的話 其實 它們那邊的群眾 是蠻多元的 對 那 這個左邊的板球 就跟我們講 它也是從 然後這種都是 它們一進去 一個月之內 它們都脫回來了 然後 最後一種是這組 被你賭氣遊戲 對 對 對 那這種 這種是最 最容易通過 Steam會來的 然後 右上角的那個是 Dive Kick Dive Kick 它是二高 那種割鬥遊戲 它的操作 就永遠都只有那個 跳氣 那還有 往下飛機 往下飛機 之後這一張 沒有牽涂 然後永遠都是一進地上 踢到就是 對 然後所以 所以玩起來就很保持 然後就是 告訴你一個可動的遊戲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影片就到中了 出來 然後 右邊 這個 手術這個 應該也很多人看過 對就是 它其實就是類似以前 以前那種 Rage Game有一個叫做 QWP 真的 文不起說 滑波 就是那個泡布那個 然後 跑起來成 回跌倒那個 對就是那種 那種有些概念 因為看起來很好笑 然後所以大家有很多的分享 對 然後 然後 右下叫MindPickSong 也是類似的 所以它只會 它第一個禮拜會播 其實也是 因為它是病毒 而且 它的 它被 那段時間剛好被 QD牌 QD牌是 美國最大的一個 我們最大的一個 時光族 那它剛好再玩這個 所以它明明 還有就是 如果你可以 製造出一些話題 性的話題 你也可能沒有講過 那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有些名字 我現在念不出來 才會有一點點 然後 它一開始的票 其實它是在 距離第一百米來 50%的位置 它那個 實力上面 它會給你一個數字 是如果你還沒進一百米的話 它會告訴你 你距離一百 你才有多遠 那它 它在 它這個時候它還在 50%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 它去 照顧一個Publish 叫做 AdoptSwift 那它 那個Publish 因為它有在實力上面發行 有權利 所以 它請他們幫它發行 那AdoptSwift 答應了 然後幫它發行 然後這個時候 被Bub打槍 然後Bub的理由很好玩 他說 我們要保護開發 就不要被發行商 笑一聲鼻 可是 我有些人上不去了 對 所以 所以它理由其實很奇怪 然後 然後其實 感覺上就是實際上 它不希望大家 繞過它的規矢 繞過Gwenline的規矢 覺得你好嗎 你知道發行商 你就可以直接 補Gwenline 但是它不希望 它的Gwenline規矢 所以它就不讓 那 剛剛這個遊戲的 開發生 就是它很聰明 它做了一件事情 它把這件事情 寫得到 說 寫給所有的Press 然後 那一天 就出現了 一大堆文章 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 它們 被SPA 不用奇怪 又打槍 什麼的 拎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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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拎 為什麼不能說 然後就 造成很多話題 然後 再實際上都是 5月31號 看一下 5月31號 對 然後 然後 就是因為這樣子 5月31號 但是 又 就是因為這樣子 5月31號的時候 爆出一大堆 抗門 這不止 我記得我 我只接了一張 這樣子 也沒有20年 就是同一天 我覺得 出了指示牌 然後 為什麼 大 8分機車 8分快快 然後 他們就是 就是主要 要把你推上去 然後大概 然後他的名次 就在那一天 第一天 之類的就出賣了 一邊去 相當厲害 對 開發生了什麼 對 好 那 如果我的遊戲 沒有任何以上 任何的特異 怎麼辦 像我自己的角色 其實就沒有任何以上的特異 然後 所以 我現在 我大概介紹一下 我的遊戲 我的遊戲 是 一個2D的平台遊戲 那 它可以 我的故事是在一個太空站裡面 然後你可以自由的 旋轉中立 那 整個太空站底下的那個 時間是 暫停 也發生了一萬時間 整個暫停 那只有 主角周圍 去捲 開 時間才會流動 然後他要 跑出去 觸碰東西 然後讓他的時間重新流動 東西才會掉下來 那就是靠這樣去做解 所以它是一個解謎遊戲 那既然是解謎遊戲 它 當然就不是社群遊戲 本來覺得 我不能 提早發售 我提早發售 我根都破光了 這麼慢 那 那如果 國會最恐怖遊戲 所以我也沒有太大的話 就行 所以我其實前面的任何一件不都沒有 那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辦 那 首先是 上Greenlight的 把頁面丟上Greenlight的時機 那個 一開始 你要丟上Greenlight 第一件事情就是 Playable Demo 這一定要 除非你是打卡 除非你是很有名的製作人 或是你一定要有回來 或有Demo 然後 玩家一樣能下來 一定要能玩 它 那個 他們投票的機率會高很多 然後 你的Demo當然是要越緊急越高 你可以 一開始 紮索的金幣 就跟Kickstarter一樣 紮索的金幣 都在做這個Demo上面 然後你不用管長度 你就是做很漂亮的十分鐘 然後 因為它其實跟Kickstarter的感覺很像 所以 你可以 你 準備Kickstarter 也可以同時準備跟Line 那他們 如果 你有企劃的話 你最後兩個就同時進行 它會有一個 互補加成的效率 然後 對 第一個禮拜 的票數在 中票數也六十五度 所以 你印象非常重要 所以 你一定要把你的 跟Line也別準備 那我下面就是會介紹 你大概有什麼準備 還有一些 像Payboard 首先 就是 這個 Logo 你已經 原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這個頁面 很多個遊戲 他們拍在一起 那 Logo很重要就是 你一定要出現出 任務 還有Logo 所以 這一個 其實你一看下去 你就會發現最搶眼的是 最右邊的那兩個 最 最右邊的那兩個 其實最搶眼 因為其他的都有一點 過於不止 那搶眼的 電機率就自然就高了 所以 你做的 做這個Logo 的時候 盡量就是 你的Logo的額色 那個 對比要明顯 然後 大家可以挑出嗎 你自己就可以 像這樣子 你去接那個 滾藍的土 你也沒起來 然後自己放這些Logo 上去看看 自己更慘 畢竟到底有沒有 比較細進 就是自己的眼睛 會不會一直 飄到你的 路線上進去 然後因為它可以 做GYF 所以你可以 做GYF 做GYF 效果器的辦法 然後我們自己的 他們身體是有多條 我們的做法是我們的機械坐在那邊 然後他的眼睛會 差不多13秒後突然偷偷照一下 對 然後那個時候有人 開始有人故意動他突然就是眼睛開開 他突然好像本來有故意在動 他因為他很暴覆 然後他去留言 他們就是去櫻子發說 鬼台上面有一個很詭異的東西 他們偷偷動到鬼 之後回去看又走不到 對 對 然後就這樣出現一個討論的效果 所以 我那個時候有因為這個GIF 有多少價格的效果 對 但是你不能動得太婆婆 如果你動得那種划橋跟 亂來的話 玩家會蠻 玩家會蠻蠻蠻蠻蠻 我之前有看到一個就是 他的GIF是 紅色白衣是長一點少 那種 那種已經不行了 那種已經會太動笑 對 那他現在有 右上角的就很糟糕 他那個就是一堆靈子的樣子 他通常看不到他用的東西 所以 所以 GIF喜歡不要做什麼 對 然後 也不要做的遊戲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 GIF就是 你是App 那 Steam上面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他們很超越App 他們有那種 經營形態 所以 所以 如果你讓他看出來 你是Apple一直過來 就是 比較混蛋 對 絕對 絕對不能 怎麼那樣 那左邊那個東西是最好的 對 對 然後再來是內魂的部分 那我 我有發現一件很奇怪的現象 是 其實GIFT 他在你不知內魂的 他有讓你卻接觸 他也讓你卻接連接 可是他 他在說明文件裡面 他都沒有寫 他都不告訴你 然後你看到大部分人 也都沒有貼圖 也都沒有眼睛 然後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是招了很久才發現 欸 怎麼可以貼圖 這個 我看了 我至少看了 一兩半一個頁面 我只有看到一個有貼圖 然後我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可以BB Call 就是那個 那個留言板上面 那是Call 它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可以用BB Call 去 不知你的這個頁面 那有一點 那一件事就是 Less time 照你 Kid Starter的頁面 或者是印尼火鍋的頁面 你就把它拍一張通 就搞一些 那一張通的頁面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Kid Starter他們 會拉很長 大長的頁面 然後裡面寫得很相近 然後還有加多一大堆東西的 你在 可是你在 在Kid Starter上面 在Kid Starter上面 Kid Starter上面 大家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們會想要看到下面的Kid Starter 他會想要看到 其他關掉的頁面 所以你最好讓他 無話說滾兩次 就要可以看到下面 你不要讓他 要公布 那他就會關掉頁面 對 然後你不要做多國語 因為做多國語 會加長的頁面 所以你照做英文 基本上會在實力上面 都看得出英文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記憶 然後 不管你有沒有要做麥克林的 你都說你有沒有做 因為這個 差很多的 有 他們也有一個很奇怪的設計 是 只要看到有麥克林的設計 不管有角落 能夠按讚 好 好 前面的那個內文 一定要用遊戲簡介指 因為 你前面的幾個字 一定要讓他一眼就看出來 你的遊戲類型的時候 然後你在玩 因為 很重要的是 有一個 有一件事情是 你滑鼠移到那個小圖上面 之後 才會放出一個這個 小簡介 那這個小簡介 是介入自 你的內文的開通 所以 你要你在編清內文的時候 你要一直檢查這個小簡介 它到底 有沒有限制出你要的東西 那我一開始就翻了一個錯路 我一開始把我們的廣網網子 完全全面 結果他滑鼠移上去 就只看到我 那我是被罵了以後 才知道有這件事 所以 就是玩家說 因為我滑鼠移上去 看我什麼東西 的東西 是有一個網子 所以我就 知道這件事情 以後我就把它改掉 我就把市面 簡介的部分改成這樣 那 效果差蠻多的 那 剛剛說的那個圖片 方圖片這件事情 效果一差 那我一開始都知道 我在 之後 才把我的內文方式 代表自己的圖片的狀況 那光是這樣子 如果 原本十個人進來 我有五個人投票 但是十個人進來 會有七個人投票 所以 也是你的 表面公布一定要桌子 所以 基本上 本來就是選擇大賽 然後 我有試 我去做木製 然後 因為我們在新疆 然後 那時候我跟我們公司討論說 到底 我們不會Rocket start 然後 我們在拆過來 一直不知道怎麼把錢都沒空回來 所以 所以最後我們就 剛才用引地空虎 沒辦法 只用引地空虎 而且 那時候我們遊戲已經做完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用的秘密是說 我們要一直到back happiness 所以 效果其實不好 因為 你遊戲都已經做完了 募資其實很奇怪 那我其實目的也不是募資 我的目的是滾蛋 或是要倒入冷氣 所以我也不是怎麼在乎那個錢 然後 所以 那時候我們會讓indycoco 想要 說 想利用indycoco來 得到那個投票 但是其實 indycoco本身 這個有 我有 那個view 那個view 才 1751 然後 這90天的成績 所以其實 indycoco的效果很差 所以 如果你可以的話 可以run的話 一定要run 然後 然後 如果你steam 你遊戲已經做完了 你steam還是上了 你還是沒有工具版 那你怎麼辦 那這裡有一些平台是你可以先上的 那 最常用的是左下角 右下角的 對手run 那 他常用是因為他會給key 然後他的平台跟steam類似 就是你可以發key一點這樣 然後再來是 Gamersgate 的 去到今天早上 就是 Winning Winning 然後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新的 是那個 Tumple Store Tumple Store Tumple Store 最近才出現 他之前 他只是一個威脅 他是一個 你跟Tumple幫助去聯絡 然後他說 我想要用你的金流 那 他就會給你一個 可以箱在你網頁上的一個付費 機制 然後那個機制是可以用 嗯 不夠 的 付費還有幹嘛這樣 你可以用 FM 他三個在一起都可以用 他就幫你處理掉 這三個的金流 然後再同意用 Tumple Store 給你 你的收入 那 Tumple Store 會抽 自抽 所以其實如果你可以把三個金流 合在一起 然後還有自抽 不怕的話是 都發算那件事情 那 他最近 就是因為考得這個 很多 你一開始就用他的圍圈 因為很好用 他就開了一個 Honple Store 那Honple Store 就是把這些圍圈 拖一起來 那一個 他們就是自己做一個 Store 然後大家有這個圍圈 就跟其他人說 可能 安全比例高 一些可能20% 30% 然後你就在上面買 如果是透過這個賣的話 就可以 賣 那個 他就會抽的比較多 然後 Honple Store 是 蠻 蠻有機會協議的東西 因為 Honple 方多的關係 Honple 方多的銷量 基本上已經比10定 一開始 你房群的銷量還要多了 所以 Honple Store 是很有機會 如果可以的話 Honple Store 可以去試一次 然後 然後 其實你上 如果你還沒上 是 上Dessurant 先上Dessurant 是 1 因為 像我們先上的Dessurant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可以 跑Bondo 那我們其實 康城市上的最主要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 跑了Bondo 然後我們跑了幾個 是 右下角那個 對 左下角 Bmai 然後 Gunai Bondo 還有 Indigent Snap 那這幾個都不太一樣 那Bmai它是 它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堆遊戲一起賣 然後 你價錢 你制定 你要出貨 那它有翻兩個等級 一個等級 是1塊錢等級 和5塊錢等級 那 5塊錢有4個遊戲 1塊錢也有4個遊戲 所以你付5塊錢 那 那 那個時候 他們把我們分在 5塊錢 然後我想說 我幫我 是5塊錢的 比較值錢 然後其實 其實最後 Mai的時候 你並沒有因為 你在5塊錢的企業 而拿了比較多錢 因為它其實是 平均分賬 所以每個人 都是拿一定的跑去 那 所以 你沒有拿到比較多錢 然後 而且你有 發出去比較少套 其實發出去比較少套 對於 你要衝票 這件事情來講 它發出去很少套 其實希望越多人玩到 你才可以得到 越多的貴賣票數 那 這個 的比賣我們 就 因為這樣子 我們 這段期間 增加2500萬票 那如果 可是我賣之後 賣 在裡面是賣 它中國賣3萬票 4萬票 然後我只佔了1萬 所以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是1塊錢的話 那個比例會差很多 我可能就因為這樣子 多了5000 5000票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在 跟這種幫兜商談的時候 你最好多給它談 要1塊錢再提 你不要5塊錢 那就是那個 當初 他們買我們幫兜的時候 一開始 行銷的話 但是 就是 它亂話之後 要跟人家去拆著什麼東西 對 那我們一開始就被拆出來了 所以 挖他們一下 不是 可是 可能會不會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個 Indigance App 他們 他們是比較特別 他們是4天 賣一個東西 然後就是 他會 他會說 你給主持換錢 或者1塊錢 然後就賣一個東西 然後你就是 你整個 他整個網站頁面 就只接受你的東西 這樣子 那這個效果其實很好 這個效果 我們 我們雖然沒有賣很多套 可是我們票數也很異位 這樣子 增加一些人上台票 所以有些人 就只是因為看了這個頁面 他就很異位 那這種 這種網站 他雖然說 賣到貨物資 他其實增加票數 如果你的母親 都是為了增加 滾來票數的話 你一定要吃一下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是 他是專門為貴來而生的 他是 他就叫貴來幫忙 那時候他們 整個時候 現在是 賣很壞錢 然後定價太高了 所以 我們只賣了 三百塊錢 但是 也因為這樣 增加一些票 所以很多人都是不買 但是同樣 他們這個效果 其實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 它是 不一定會買 就是幫你衝人器 然後就剛剛講的 一定要 支援 Mac和Linux 對 那因為 會有特別的東西來支 會來 特別推掉這兩個平台 不行 然後再來就是 很重要它是 HomboPong都必要用錢 一定要支援這兩個平台 HomboPong就非常 有機會 去管 然後再來就是 反正現在還可以用 Unity 過的是 我們Gator 所以 要支援Magnin 的事情 又是一個 太難的事情 然後 這裡就是 我們最後 Greenlight 票數的一個 直線狀況 那 其實這是我憑記憶化的 因為我看不過 已經看不到後台 我過了 所以後台的資訊 它就關掉了 它看不到 那我們其實 應該 我有一點話說 我因為前面的票 應該是在跟 登檔 前面 它是很快 第一個禮拜 我每天可以增加 兩千票 一千票 那種速度 再增加 但是我想說 一個禮拜過後 它瞬間 從一天一千票 變成 一天只剩下 一百五十票 這那種 瞬間 那種情況 然後 很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它 一開始會 有些人 點棍來以後 他一開始會推薦三個遊戲 你別新出的遊戲 他會推薦三個 那那三個遊戲 可能就是 最近最贏 拜訪到你 那你如果 它時間到了 你就不在那裡面的話 那曝光率少很多 我們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一開始呢 一個禮拜過後 就只剩一半 然後之後成長了 就很慢很慢很慢 然後到 那個五月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都有那個 鼓勵的幫動 還有後續兩個 回來幫動 還有 然後 所以那個群蟹才 被我們這樣拉起來 然後最後 我們通過的時候 我們贊助票大概是 55 55% 那不贊助票是 75% 那這個是 算是蠻正常的運動吧 就是它 平均 大家差不多 是這個樣子 做一些特別好運行 可能會達到 70% 那種贊助票 那種贊助票 那我們通過 回答的時候 是75% 然後 中票數大概是 1萬9 OK 那再來很重要就是 這個剛剛講到 那個LetsPlayer 那 如果你的遊戲 夠2顆的話 你被這個LetsPlayer 聞到的話 你看 它的定員數是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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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定員數 所以你上去 你就會有限 1600多 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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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500 1500 15!1500 15.uin 1500 1500 1500 15 15 19 25 這個節目一直下去就是每天接受一個新的營益給到我們第一名 然後這一天就是他們也幫我們增加票數 炒作增加一百票 所以雖然瀏覽數只有一百多萬 可是如果你的主席是對的 他增加票數是增加很多 那對比於我另外一個 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是專門更小 其實大家看他的影片是很想看他更小的 那那個雖然他的瀏覽量很高 然後把8000多到我記得現在已經亮彎了 可是我的票數沒有增加你的內容 大家都是去看他的東西 然後這裡 這個是台灣的釋放組 那個叫做魯丹 魯丹幫我們做釋放 然後那一天他也在Facebook上面張貼了我們遊戲的資訊 然後說是台灣桌子然後窒息一下 然後看愛過性的關係 那天也有增加一兩萬票 所以你要多跟這些那種NATSPLAYER 或者是 公務媒體 接觸的話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效果 那這裡是我大概的一個 小禮是比較容易接受 然後耀心比較接近硬地的NATSPLAYER 那這些都可以去試試看 激情跟他們博上的問題 然後最後就是 一個商品 大概你應該要做自己的一個Checklist 那 基本上你一定要有一個 很苦很細心的門票 然後 吃完飯就應該會不會 然後 再來可以的話 從GIF你就只是一個現代的人這樣 這動畫也沒關係 你就 如果你有稍微動起來的話 一定會洗到一些眼睛 然後 絕對動物質不管成功 一多一條 原理要拉票 你的目的不一定是要錢 你可能是要冷氣 然後如果是社群優先的話 一定要做麻煩幫你一個時候 就開始拍攝之後 你要很早期 你真的太把 太把到第四個月 已經可以玩了之後 你就要把那邊丟過來 然後 如果遊戲做完 你還沒上的話 你就可以做 做的事情 你可以先上Death Run 然後去 試著賣幫忙 然後到那裡 做這件事情 也可以明顯增加你的票數 OK 好 報告就大概了 好 來 謝謝小黃 我們精采的演講 那現在是 一位時間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人 想問問問題 要提出的 然後又要提出問題 就是 我想問的是 像你剛剛講的是 就是 Stick方面 那我想說 作為作品來說 發生七七款遊戲 你認為 玩家之間的評價 也就是 最後你們 自己的銷售性 你認為這款遊戲 是最多美玩遊戲的意思 好 那 首先玩家評價方面 是其實像 普通 幾乎玩過的人 都 你剛剛才剛好 那 銷售方面的話 其實只有在Dash Run 那 Dash Run上面 其實有賣 賣得差不多 因為它本來就很低 對 那 所以 對我來說 我們真正 我們標準期望 放在市店上面賣 還有 我們之後 我們也因為在茶房間 那邊賣 那邊上線的時候 這算是真正的 還是賣 對 所以 銷售的話 我現在就不能賣 這樣 可以問其他的問題嗎 嗯 嗯 那 可以問其他的問題嗎 嗯 嗯 嗯 如果 如果 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 再講 嗯 請問一下 你怎麼看社群的一些 你不要用 互動 互動 互動沒有什麼 然後多久 你看 互動一次 嗯 那 這個就要看你遊戲的類型 那如果你的遊戲 是武房 像真的作用 像華絕和博弈 那種遊戲的話 其實你當你 公布你第一個部落格 以後 你又要自己 有新的東西 你就多上去 你就多上去 然後你可能 那你在 有 有重大感情的時候 你可以去聯絡 你可以跟他交換 我的遊戲 所以你有這個新的分析 然後希望你能幫我 散播這個消息 那有些人會因為 這邊有一件故事性 所以他會幫你 那個 推這個消息 那漸漸的就會 迎來一些人 到你的 很多個人 看 然後來下單的遊戲 那 你當然要有一個 然後讓他沒有 的地方 那甚至可以讓他們 上傳自己的 自己generate 一些 內容的 那你的社群就會慢慢變大 那 主要的規制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最重要的 還有時間啊 你一定要用眼圈一直培養 才有機會 你要動你的社群 那小光你好 那我想問問你就是 那好像在這個 看來西亞那些書籍裡 都比較發酷的遊戲 那這樣子 那請問你 所以我認為 在時間上的話 或是做 去做一個 要發酷類型 或者說 一個比較 比較修飾的遊戲 還有比較 有 在這個未來上 比較有優勢 其實都有了 上面 時間上面的 科學應該 蠻多餘的 那 哈酷玩家是一定會有 那 哈酷玩家 也會 從事也會比較 比較偏足於 也會比較看到 平均地這一塊 對你做運低的話 稍微做得 買一些 我認為是沒有多一點 對 喂 你好 我想請教來就是說 因為目前你們 已經通過了 Greenline 還好 已經在Steam上面上架 還沒 還沒 所以一直通過還沒 因為這是商家的 的過程 對 對 那在中間 Steam跟你們的 互動是 大概是什麼樣子 他們現在其實 有點傾向 因為他們上次通過 所以他們開始 把他的後菜 弄得越來越好 然後 就是讓你上山 這樣也很容易 把你的東西都已經好 然後最後 只要按一個Review button 它Review Review OK 他就讓你在一定的時間 他可能已經套路一下日期 那 討論完以後 他就在一定的時間 就把你的東西放出 他 乾涉的點 大概就只有到這樣 之類的 這樣 不好意思 那我想再提交一下 就是說 因為之前有聽到 就是其他的 營地開發商 跟Steam 有的 鑽子的行銷人員 做一些 銷售的 銷售的 銷售計畫的 討論 那 你們有 現在要到整個階段嗎 那 目前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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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問一問 就是像國外很多遊戲 它們都有在 什麼 SRD跟你制度 所以像有在Steam上 有需要去 做種制度的時候 會是怎樣 目前Steam上面 並沒有規定 他把我並沒有規定 所以我一定要做一點 放在地內的事情 但是我們自己是有 我因為我們也要 只要擦把子 擦把子 擦把子比較多 所以 我 我 自己看起來的情況 是他們好像 並沒有一定有規定 就是 我原來這種確定 我要過去 人家參賽資料 對我個人說是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個 如果說你要在Steam上架 的時候 他有規定說 你有沒有像是Pistar的 那部分 一定要 然後 美國的 或者說 你怎麼樣 收到哪些 這部分 我們還沒有 就是還沒有 暫時上架 所以還沒有看到 那一部分 我還不是很確定 那 應該 應該會跟其他的 像 阿嬤那種 那種情況 這樣 沒有跟阿嬤的 那他們其實就是 跟他 有沒有一定會找不到 你跟他去一個 W8B 那個 那個 就可以點掉給我的帥 就可以去那邊 這樣子 那 據說像是 像PayPal 這樣子第三方支付 什麼 在這個 像PayPal 這樣子第三方支付 什麼 什麼支援 他們都是透過 是定自己 去發行 或者是 賣他們Steam 又 儲置好 然後用Steam的 那個去 修備的 那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出動在 受到 困獎的部分 還有支援獎 第三方 你說 你說用PayPal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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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阿嬤 阿嬤 阿嬤 那時候直接跟我講 給他一個 那用一些公司 那Steam的方法 你知道嗎 我去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這次的影響 有大蜂蜓 電 有說 那我們再一次掌聲感謝 情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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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